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 我们帮 大家好 我是万琪 各位早上好 我是小陈 健康在线帮又如约跟大家见面了 要说我们的身体是一台精密的仪器 而每一个器官都各司其职 小陈我考考你 这个肾 这个器官主要是有哪些作用和功能 这个你考不倒我 作为一个健康在线帮的主持人吗 这个肾 首先它肯定是排水 对吧 喝过的水都得从这过 另外一个就是排毒 身体当中不仅有好的东西 也有坏的毒素 所以肾主要的功能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排毒 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排水排毒系统 没错 但如果说这肾出了一些问题的话 有一些状况了 产生一些故障了 怎么办呢 在我们医学当中 有一个词就叫什么呢 透析 您说这透析真的 我这浑身都不舒服 因为大家一听到血液透析这几个字 首先会有一种恐惧感 对 一般都是这个患者的肾脏疾病和肾脏功能 已经达到了一定破坏的程度之后 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另外在传统的概念当中 我们还会萌生一个字 那就是疼 对 那到底这血液透析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血液透析呢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专家 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讲嘉宾 虞思铭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中西一结合学会 肾病分会青年委员 中国中西一结合学会 周围血管外科分会 血管通路专家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中西一结合 肾病学会副会长 黑龙江中医肾病学会常务委员 黑龙江省医院协会 血液进化管理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肾病科副主任 欢迎帅帅的余主任 欢迎余主任 主任很帅气 看来我们健康在线帮 医生的颜值也越来越高了 对 我们都知道 说这肾好像说是先天之本 中医说肾主骨生随 刚才我们俩说了 又排水了又排斗又利尿了 我们俩说的对不对 说的基本正确 肾脏的主要功能 一个是排泄功能 主要是排泄水 还有人体代谢的产物 也就是我们说的毒素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内生密功能 两个功能 所以说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用到这血液偷吸呢 如果患者的肾脏 丧失很严重 咱们医学上界定 是肾小球滤过率 小于10毫升每分 也就是正常肾脏滤过功能的 10%左右 如果到了这个程度 这个患者的肾脏 就不能够保持正常的工作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方式 来代替肾脏 就是咱们说的肾脏替代治疗 这里头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咱们讲的血液偷吸 这以往的时候 就像刚才我们开篇讲的 这血液偷吸 我看过一些病人 在采访过程当中 看他们的血管 特别的大 然后去偷吸的时候 感觉这个人还面黄肌瘦的 是不是特别的疼 现在偷吸人 他们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透析这些年技术发展是很快的 早些年的时候 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很差 咱们一看上去就知道 这是个透析患者 但是现在随着咱们医学发展 还有咱们政府政策的支持 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是越来越好的 如果患者不暴露他的血管 动机外内漏 仅从外表上来看 咱们很难看出来 这是个透析患者 如果看不出来 说明患者生存质量很好 咱们透析工作做得很到位 这是咱们医生需要努力的目标 其实以前我接触过一些 需要透析的患者 其实患者之间 一提到血液透析 他都有一种特别恐惧的情绪 在互相的传播 就像化疗似的 对 我就听说过 有这么几种说法 也请于主任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和现在的这种透析有什么不同 我是很多年前听说的 有的患者说 只要你开始透析了 可能你的生命只能维持八年 我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是患者之间互相传播的 这种说法准确吗 这种说法也准确 也不准确 怎么说 准确是当年 那个时候透析条件很差 很多患者确实透析之后 生存期很短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透析患者 普遍可以生存10年 20年 甚至30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现在透析并不是一个终结 而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就为什么说 一旦开始透析之后 可能年限就比较短了 它这个短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患者出问题 主要是出在泌尿系统 不是泌尿系统本身 而是并发症上 比如说像脑出血 像心梗 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所以很多患者最后 他的这个终末的实践 并不是在肾病上 而是在其他系统 也就是说 在整个透析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才导致这个生命实现的一个长短 并不是因为透析而导致的 那关于这个透析 其实我们还并不是很了解 这透析的现场到底什么样 会给我们患者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窗面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老师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透析吗 这个不是透析 这是咱们对血管通路做的一个治疗 也就是这个叫动静脉内漏的球囊扩张术 有的透析患者随着透析的延长 他的自身的动静脉内漏会出现狭窄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可以考虑给患者做一个球囊扩张 利用球囊扩张来恢复正常的血管 保证患者的血流量 也就是说如果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 他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灶漏 对吗 对 如果不做呢 如果不做内漏的话 那患者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 来建立这个血管通路 也就是把血从体内引出来 这种方式还有像中心经脉导管 像人工血管等等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女士 她是一个需要做血液透析的一个患者 那现在她出现什么问题了 是这个漏当中进行堵塞了 还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患者是发现他的血流量不足 内漏血流量不足 如果血流量不足的话 就不可以满足透析的需要 这个时候咱们发现 他的血管通路是出现了狭窄 那么咱们可以用一种球囊技术 来下到血管里头 帮助血管来扩张 扩张以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充足的血流量 来帮助患者透析 好 这是透析容易引起内漏的一个堵塞 然后进行扩张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方式 对 接下来咱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你看 这手腕这鼓起了一个大包 万奇你猜猜吧 我想让你猜一下 你觉得这大包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个大包 以往的时候看到这么大的球 还以为是得了个肿瘤 另外 能说是血液堆积在这流不出去了吗 淤堵在这了 我觉得你猜的有一定的道理 云老师您帮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一个大包呢 主持人猜的有一定道理 这个大包就是咱们做完内漏之后 出现了一种静脉的流氧扩张 咱们叫它动脉瘤 实际上它是静脉扩张导致的 因为咱们做完内漏之后 动脉和静脉需要接到一起 接到一起以后 因为动脉的压力非常大 动脉的压力 如果这么大的压力把它传导到静脉内部 有可能造成静脉的过度扩张 像这个患者就出现了明显的扩张 这是一例动脉瘤的患者 如果这个流体继续扩张 无限的增大的话 就有破裂的风险 一旦破裂 动脉血喷出来 会危及患者生命 这么危险 是不是做血液偷袭 可能都会有这种并发症 这并发症是怎么出现的 因为血管通路 它是一种人为造成的病理状态 也就是把静脉和动脉接到一起 接到一起以后 人体的静脉就会随着动脉 血流的冲击 发生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 要求咱们要及早对通路进行监测 要发现问题 咱们医院给患者 大约是每一到三个月进行一次监测 如果出现这种流氧扩张 或者狭窄 有血栓 咱们可以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 就避免形成这种状态 就是形成这个大包 实际上是它平时没有进行定期的检查 没有进行监测 然后拖拖拖 然后拖成这样的 是吧 对 这个流氧扩张 大约从出现到 扩张到这个程度 大约经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三年 长这样的 那怎么解决掉呢 我看您是拿这黑笔 给它画了一个线 给它圈出来 圈完了之后呢 这个流氧扩张的位置 最后需要手术 把这个扩张段切除 然后重新建立内漏 就是切完了之后 可以恢复如初吗 切完之后呢 可以保证这个内漏 继续能够有充足的血流量 可以透析 同时呢 它又没有破裂的风险 好 在这个表面上 我们能够看到 好像它有一道疤 老师这是之前 他做了一次手术吗 这是第一次手术切口 也就是建立内漏切口 它流下的疤痕 其实疤痕也不太大 做过一次了 这是有可能引发的 其中的一个并发症 但前提是这个并发症 是没有进行 好好的一个监测 这拖了几年之后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大包 一个瘤 要采取手术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 下一张这个图片 这就不是大包了 这出现了严重的溃疡 而且你看这位老阿姨 左胳膊和右胳膊 粗细明显的一个不同 有点像不像一个人的了 已经 是啊 这个也是偷袭之后 容易出现的问题吗 这是一例偷袭患者 出现的上肢回流障碍 同时伴随有上肢穿死点的溃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 两侧上肢粗细 明显不一致 对 左上肢 右上肢是正常的 但是左上肢明显的增粗 肿胀 而且颜色 皮肤颜色变深了 同时患者自我感觉 手指发凉 有疼痛感 这说明这一侧肢体 是有缺血改变的 在缺血情况下 穿刺如果不到位 或者消毒不严格 容易造成广泛的感染 造成溃疡 像这个患者 这一例穿刺点 溃疡感染很严重 这也是一例对内漏监控 保护不到位造成的 其实这都是在做完 血液透析之后 保护不到位造成的 其实并不是 血液透析本身 给患者带来的 今天我们跟大家 共同来关注的是 肾脏方面 进行血液透析的 一些问题 其实以前 大家一提到 血液透析 内心都会生出一种恐惧感 首先就是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有很多的误区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 余主任的解答 一一帮您 把困惑都给解开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对于血液透析 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我们节目的互动 稍时休息一下 因为血液透析 最关键的 就是如何把患者的血液 从体内引出来 怎么引出来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也就是在患者的 咱们摸饶动脉这个部位 把饶动脉和头颈脉 做一个小的吻合 吻合之后 饶动脉里的动脉血 就直接流入头颈脉 流入头颈脉以后 这个血流量很大 同时头颈脉 作为颈脉 它有自身的特点 就是管臂薄 管腔大 在加上动脉血流之后 它就便于穿刺 可以用来做透析的引血 这个小手术 就是咱们说的动静外内洛手术 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 在身体当中打开了一个通路 如果没有这个通路的话 血透析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所以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义务 就是咱们是人为的 给它打开的一个通路 所以平时要注意好它的维护 进行一个关注 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你怎么想象 我过去的时候 还以为就是跟腺血差不多了 这透析就是从这个胳膊 肠的管进去 抽出来之后 通过一个机器进行过滤 晃晃 晃一晃 然后把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 抽取掉 然后好的血液 就从左手臂再流进来 这不就透析了吗 其实你想的大概的是没错的 只不过你怎么抽出来 怎么再进去 这中间需要很多个不同的仪器 这就需要专业的医生 来做专业的事了 其实万奇 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 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什么新闻 就是有一个先生 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 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又得了尿度症 就自己通过各种方式 买到什么胶皮管 自己在家进行偷吸 挺不容易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有很多的患者 一提到你这个肾功能出现问题了 你必须要进行偷吸了 他第一个是我不做 担负不起 我担负不起 现在还是这样吗 于主任 现在有好多了 在过去的时候 咱们国家那个时候 医保覆盖面不够 所以很多患者存在经济问题 透不起 现在咱们的省市医保覆盖面很广 透析一次的话 咱们三级医院是420元钱 患者自己承担大约是十分之一左右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能报90%对吧 所以透析的主体费用是由国家来承担的 国家对透析患者非常关注 政策也非常好 就给予着患者足够的支持 所以现在因为透析没有钱 条件差 透析不能进行的患者是越来越少 但是即使是能够报90% 这个透析其实咱们想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而且是挺恐怖的一件事 如果一旦是比如说肾功能出现问题 达到了尿毒症 达到了肾衰这样的情况 我不透析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如果到了这种猪末期生病 咱们以前叫尿毒症 现在叫中末期肾脏病 名字也变了 对 叫中末期肾脏病 就是各种肾病发展到中末期 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或者基本丧失 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透析的话 患者体内的水会逐渐储流 排不出来 毒素会逐渐累积 出现很多并发症 比如说像心理衰竭 像尿毒症脑病 严重的水肿 会直接危害患者的生命 其实老师只说了几个词 这个水肿 脑病 还有心理衰竭 万奇你有见过 就是一旦这个水排不出去 这个脚肿到一定程度的这种肾衰的患者 反正我们家的老人 因为这糖尿病比较严重 可能是跟肾病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大腿 肿胀特别大 这手一摁进去之后都没有弹性了 对 一个坑 弹起来 这样的情况我还真见过 对所以就是很多就是鞋 肯定都是穿不进去了 然后患者特别的痛苦 还有刚才余主任说了一个 就是肾脏方面的脑病 这个我真见过 就以前那个 我见过一个老阿姨也是 就是得了这种脑病 她就是透析的没有及时刚入院 她总觉得有人在盯着她看 然后不让打窗帘 就是所有人都不让打窗帘 阳光一照进来 她就特别的恐惧 然后一直在喊 就出现了一个精神科的这个一个症状 那我想问余主任的是 她这样的就属于脑病 对吗 这个脑的离肾部还远的 对呀 因为人体内毒素蓄击到一定程度的话 这个毒素对大脑是有损伤的 而且毒素呢 在人体内部是无处不到 无处不在的 这种高水平的毒素呢 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大脑 还有神经功能 患者早期可以出现性格上的改变 如果随着病情的加重 就可以出现幻觉 就咱们说的尿度中脑病 再严重的患者可能昏迷甚至死亡 嗯 那可以说这个刚才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了 好几种透析啊 遭漏之后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能后期没有及时的患者进行观察呀 入院呢 进行治疗 那如何在现代医学当中来保证这个透析的质量 我觉得是一大需要功课的难题 对 问得太好了 那这个质量如何进行保证呢 老师 如何保证透析的质量 首先呢 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透析中心 透析中心里头比较好的要求呢 要有好的机器 好的水处理系统 还有好的透析液 因为咱们不管医生水平多高 最后患者呢 还是要和透析液进行直接接触的 没错 所以呢 好的透析中心 好的透析机器 好的水处理系统 还有优秀的透析液 是保证患者生存质量的最关键 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 为什么患者提到血液透析会恐惧 因为它直接接触的是机器 是仪器 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冰冷的东西 再来 接下来咱们来跟这些冰冷的东西打打招呼吧 来看看到底血液透析的一些机器长什么样 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机器 主要是咱们透析过程中对患者进行监测的一些机器 咱们常用的像血压的监护 像血气分析的监测 这些东西在咱们医院都是可以随时给患者进行检测的 但是这个不是透析机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些咱们做监护的仪器 这是监护的仪器 好 下一张 这个是咱们的连续性血液进化的机器 咱们可以看到这机器上有四个泵 就四个小圆圈 四个泵 这种东西呢 它叫连续性血液进化 咱们医生呢 叫它CRT 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进行不间断的连续 持续的进行血液进化的种植 一直做到患者病情缓解为止 那它进化是我们的血液是到这里边去了吗 还是在哪个部位进行进化呢 这个机器咱们现在看起来上面 它没有按上管路 没有按透析器 咱们实际上血液是不进入机器内部的 这个机器呢 它提供动力 来保证血液在体外进行循环 而血液真正进入的应该是透析器 在机器外面装的透析器 而这是一个基本的机器而已 还需要再外挂个机器 外挂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这张图片是进行透析的现场吗 这个是咱们对透析患者做的一个 血管通路的评估与监测 咱们医院对患者的血管通路 每三个月或一个月 要固定进行一次评估 就是评估一下 这个患者的通路 有没有出现一些早期的问题 比如狭窄 血栓 流氧扩张等等 咱们是有自己的超声 有咱们的超声医师 在超声下 对患者的血管通路进行观察 如果有问题 咱们可以早诊断 早治疗 这也是保证透析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这是一个关键 对 因为血管通路是患者的生命线 它是患者的保证透析质量的前提 其实刚才我们看了好多张图片 我特别想说 对于一个通路来说 它特别的重要 其实有一些人 他属于中青年 他可能肾脏会出现问题 需要透析 但是其实我觉得肾衰也好 尿度症也好 还是老师说的中晚期的肾功能的衰竭也好 它跟年龄其实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吗 如果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的血管出现了一个问题 在饶骨没有办法直接介入到我们的内通路的话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考虑的做人工血管 或者做中心静脉的质管 就是在人体的中心静脉 留置一根长期的透析导管 这个导管可能会挂在患者的胸前 来请大屏老师切一张图片 咱们来看一看挂在胸前可能会是什么样 这看起来有点疼 对 这个图片会稍微有一点点不适 大家适应一下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 打开了这样一个通路 就像给生命又多了一层保障一样 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 为什么这个下端是用剪子把它钳住了呢 这个患者是一个老年透析患者 这个患者他因为透析很多年了 透析患者对导管来说 都是又痛又爱 爱是这个导管没有它不行 对 但是痛 因为每天带着一根导管生活 挺方便的 所以这个患者在有一次在干活的时候 拿着剪刀 无意之中就把这个导管剪断了 剪断之后 形成了大量的出血 然后紧急送往医院 当地医院给患者用钳子 把它钳夹止血之后 就送到咱们这来处理了 原来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 它下面断了 是直接接一根 还是说再重新的 把这个通路再插的一根完整的呢 对于这种患者 这个导管它已经暴露了 并且感染了 所以现在不能继续使用 咱们需要在原来这个位置 把旧导管拔出来 再给患者更换一根新的导管 这样的情况真是让我们非常的痛心 对老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身心的创伤 其实血液透析发展到现在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以前按照我的了解的话 血液透析 为什么大家觉得它麻烦 一个星期至少要做一次 那现在这样的频率 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余老师 咱们现在国家规定啊 透析每周要三次 啊 怎么变成三次 每周要三次 对 又多了呀 对 透析的时间呢 要不小于12小时 这是国家为了保证 透析患者生存质量 一周不小于12小时吗 那平均三次的话 一次要 大约每次四个小时 那还是挺遭罪的 只有保证这个频率呢 才能保证患者体内的水 还有毒素 能够排出来 如果小于这个频率的话 患者很容易出现水 储流过渡 或者毒素蓄积的表现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 一般打胰岛素的话 可能就得一直打到走了 这个甲状腺的患者 吃这油甲堆呢 可能就得一直吃了 对 那我想知道 如果说得了这个严重的 中晚期肾病的话 这血液透析 是从透析那天开始 到他生命终结 他就得一直透下去吗 对于这个问题呢 如果透析患者进行移植的话 他是可以脱离透析 如果他不能进行移植 那么只有依赖透析进行生存 所以透析本身来说呢 很多患者恐惧他 是因为恐惧呢 透析带来疼痛啊 或者透析的不适 但实际上咱们现在啊 透析技术的发展 这个风险已经很小了 透析呢 是维持患者生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式 明白了 老师呢 就是给我们点勇气啊 说这个透析的患者 目前为止他透析的年头最长的 活的时间最久的 是多长呢 您在诊疗过程中 最长的 最长的记录呢 我本人见过 有30年的患者 有30年的 那他平时都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保养啊 能保持这么长时间 是在饮食运动方面 还是药物方面呢 对 最关键的是要按时透析 按时透析 对胸管通路 进行一个好的监控 有问题 有并发症 及早处理 所以说这个按时透析 是特别重要的 不要只是心里 对它产生一种恐惧 我觉得应该接受它 正视它 因为你的这个肾脏的 一个功能的损失 它是不可逆的 对 所以你必须需要 这样一个帮手 不要以为这个机器透析的 这个机器是冷冰冰的 实际上它才是真正 能够帮助你的 最好的这个帮手 所以应该跟它和平的 去一个共处 去接受它 接纳它 才能够延长 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长度 对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关于血液透析 关于中晚期的这个肾病 有哪些问题的话 欢迎呢 及时的与我们节目 进行互动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好的 现在咱们这平台上 有个观众朋友 想问问题 他说 你好 我弟弟26岁 因为顺衰竭 需要透析 请问这个血液透析 有什么危险吗 26岁 很年轻 透析本身来说 它是一种治疗方式 任何替代治疗 都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但这个风险 咱们医学上 是可以给它控制在 可以管控的范围之内 所以透析患者 担心的风险 一般来说 主要是透析过程中 水分的快速变化 还有离子浓度变化 导致的 什么叫水分的快速变化 因为透析患者 他没有尿 体内有过多的水 患者有明显的水肿 这是咱们看得到的 咱们看不到的 在患者的胸腔内部 腹腔内部 甚至心包里头 都会有急液 这时候咱们需要 用透析治疗 把多余的水分排出来 但如果咱们排水 速度比较快的话 患者会出现血压下降 如果体内离子浓度 变化比较快的话 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反应 但这些问题 如果咱们做好监控 风险是很小的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位朋友 他问他说 家里有血透患者 他说血液透析 能吃些什么呢 透析尿毒症的病人 可以吃菠萝吗 血液透析 能吃哪些水果吗 菠萝应该可以吧 出纤维的 为什么特意说一下菠萝 因为这个水果问题 是肾面患者 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透析患者 因为他肾功能 基本丧失了 肾脏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排甲 但是水果里头 很多水果 含甲量都比较高 香蕉 橘子 橙子 含甲都比较高 如果患者 短时间大量摄入 含甲高的水果 很容易出现 严重的高甲血症 高甲血症 可以导致心脏骤停 所以患者在吃水果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个水果的甲量 含甲量是多少 对于一些含甲量很高的水果 就要尽量避免食用 对于一些含甲量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水果 也要限制地食用 不要没有限制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橡胶 橘子 橙子 这些含甲量比较高的 我们血涂患者 还是不要食用了 你看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是想找到 跟自己同病相连的人 他想问一问 现在全国大约有多少 需要做血液透析的肾衰竭患者 做血液透析的平均 多少天做一个 这刚才咱说了 一周做三个 然后做血液透析用的血路管 能用多少次血液透析呢 咱们现在血透患者的数量 是在持续增长的 为什么要持续增长呢 因为第一个是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咱们的老人越来越多 人老了之后 肾脏疾病的发病率 也会提高 这是第一个 很多患者说 为什么受透析患者 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患者的生存期 大幅度延长 很多患者 透上十年 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对于透析患者 血管通路 这个内漏 能够使用多长时间 如果维护得到的话 维护到位的话 这个通路的寿命 应该是终身的 没有上限 没有限制 可以终身的 就我明白了 这个血液透析 就像是老年人的 这个拐棍是一样的 你总想着 我做血液透析 能不能把它 完全的治愈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回事 你要把它想象成是 你自己的一个 这个生命延长的拐棍 而且现在呢 由于有了这个拐棍之后 有很多老年人的 寿命延长了 所以这个是造成 现在透析的这个人数 逐年增加的一个原因 所以不能阴烟废食 对 觉得这个痛苦 就不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了 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那好 您已经连到直播间了 女士您可以提问题了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医院这个 在患者透析过程当中 有什么护理上有什么特色吗 问得很好 在护理方面呢 咱们医院呢 对患者 透析患者是实行专人护理的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透析患者 都有自己专门的责任护士 大约呢 每一个护士 他需要呢 负责五个患者 这就可以保证呢 患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 找到自己的责任护士 包括呢 透析中的不适 包括呢 血管通路问题 都可以有人来解决 这是咱们医院呢 为患者做的一个保障 所以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为患者吃一个定心丸 对 好的 那您听明白了哈 祝您家患者早日康复 谢谢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这个女士 这么来关注 这个护理方面的一个内容 就是对于血液透析的 这个患者来说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护理环境 特别重要吗 不光是这个 对于透析患者来说呀 他每天直接接触的 就是护士 因为每天呢 护士这个 要给患者进行上机 上机前呢 要对患者进行血管的穿刺 在透析过程中 要对患者的各种情况 进行监护 所以护士是直接接触患者 并且呢 能够第一时间 发现患者问题的人 所以透析患者 对透析护士 是非常依赖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我们平台当中 还有哪些问题 这位朋友说呢 叔叔有尿毒症 医生建议叔叔做血液透析 请问 血液透析对患者 有哪些好处 尿毒症患者 透析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这个时候呢 肾脏功能啊 已经完全丧失 或者基本丧失了 我说过 到了这个时候 透析可以帮助患者 长期存活下去 如果没有透析的话 这些患者的生存期 一定是很短的 我觉得这都不能用说 透析它有什么好处来形容了 如果不透析的话 应该说它有很多的坏处 就像刚才我们说 有很多毒素排不出去的话 容易引发肾衰 脑病 还有等等的 其他的脚肿 各种的一个病发症的问题 对吧 应该说这个时候 患者没有太多的选择 没什么选择 透析还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透析的话 这些患者是不可能长期存活的 好 咱们继续来看 这位观众朋友问说 血液透析与血液灌流 可以同时使用吗 有必要同时使用吗 什么叫血液灌流呢 因为透析它有很多种模式 咱们讲的血液透析 是一个总称 实际上透析有四种基本模式 一个是滤过 一个是吸附 还有对流 还有超滤 咱们讲的血液灌流 是透析基本模式的一种 所谓的灌流 就是把患者的血液 给它引出来 经过一个灌流罐 灌流罐里头 咱们一般采用的是树脂 可以吸附一些血中的毒素 因为咱们透析的时候 咱们是用透析器 来排除毒素的 而透析器 它排除毒素的能力 与它的膜面积 与它的通透性 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 小分子的毒素 可以透出来 但是对于一些中分子毒素 或者大分子毒素 它就透不出来 如果透不出来的话 随着时间的延长 这些毒素逐渐累积 就会出现一些表现 比如说股病 神经损伤 营养不良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配合做一下血液灌流 可以保证患者毒素 有一个更好的清除 也就是说 不论是小分子毒素 还是中分子毒素 大分子毒素 都可能有一个完整的清除 这样患者就可以有一个 非常好的生活质量 明白 好的 现在又有一位热心观众 想跟我们的医生 进行面对面对沟通 这阿姨一看脸色就不太好 阿姨你好 您可以提问了 专家在这 网络信号有点一般 嗯 信号不太好 阿姨您能听到吗 好险信号不好 我们稍后再取得连线 好 我们稍后再跟这位阿姨连线 不知道这阿姨会有什么问题 咱们来先看看 这个刚才打过热线电话的 朋友的问题 好的 这位朋友说 肌肝大约是600 肾脏容易出血 但是坚持做噱透 想咨询一下 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 这个患者呢 血肌肝600 如果是呢 在没有透析的患者 达到这个程度 应该是可以考虑进行透析了 它那个指标是什么呢 咱们现在要求呢 要测算一下 患者的肾小球滤过滤 也就是说呢 肌肝是患者肾小球滤过滤的反应 但是肌肝的高和低 并不能够直接 非常准确的评价肾脏功能 因为血肌肝的高还是低 除了受到患者病情影响之外 还要受到患者的肌肉含量 受到年龄 甚至种族性别的影响 比如说呢 体重大的患者 他的肌肝会高一些 体重轻的患者 他的肌肝可能低一点 年龄大的患者 与年轻的患者 如果处于同样的肌肝水平 他们的病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咱们需要测算一下 根据患者的性别 年龄 体重 甚至是种族 来给患者测算一下 他的肾小球滤过滤 如果肾小球滤过滤 小于10毫升每分的时候 就应该可以考虑进行透析了 所以说这位患者光看肌肝不行 还得进一步检查 看这肾小球的滤过滤 是什么样的 好 我们看这位 他说家里有亲戚衰竭 医院专家建议做血液透析 请问血液透析内漏是什么意思呢 血液透析内漏是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内漏 咱们前面刚说过 就是把患者的头颈脉与饶动脉 做一个小的吻合 咱们需要在患者的这个腕部做一个小的切口 这是标准内漏 所谓的标准内漏 是建立在饶动脉这个位置的 除了饶动脉之外 其他动脉 比如说像咱们尺动脉 甚至鼻炎窝 甚至宫动脉 下肢动脉 也都可以考虑建立内漏 为什么首先要考虑饶骨的动脉呢 这个位置 饶动脉是咱们人体最表浅的动脉 在这个部位建立动脉经济内漏的时候 手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操纵 患者也容易保护 而且这个部位呢 人体的动脉和静脉离得很近 挨得很近 所以在这个部位 咱们做一个小的切口 大约两到三针这么一个小切口 然后把患者的头静脉和饶动脉 做一个小的吻合 把他们两个接到一起 这个时候患者的动脉血 直接就通过吻合口进入头静脉 头静脉就会出现增粗 血流增加 管壁增后这么一种表现 随着血量的增加 如果流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 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根头静脉来进行偷吸了 为什么非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人体的动脉 它的血流量很大 血流很充足 就不像咱们平时想的 这个咽血的时候抽那么一点扎个针那种 因为咱们偷吸的时候 这个血液流量需要达到每分钟200到300毫升 这么大的流量 咱们的外周静脉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只有动脉才能保证 但是动脉有一个问题 动脉不适合反复穿磁 因为动脉位置深 管壁后 穿磁起来很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把他们两个做一个吻合 然后咱们可以穿磁静脉就解决问题了 我明白了 其实打一个比方 为什么一定要做内漏 它就相当于做血液偷吸的时候 在这饶动脉的位置给你安了一个插销 安了一个插座 如果没有插座的话 它达不到电流的一个标准 其实跟血流是一个道理 对 还是血流量太少了 要血流量达到300 400的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 必须得需要这样一个插销 对 好的 如果说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大家还有哪些问题的话 欢迎跟我们节目及时互动 广告很短 我们马上就回来 在我们健康在线帮正在直播的阶段 有一位阿姨也想跟专家进行视频连线 好的 那接下来 阿姨您好 您已经接近直播间了 可以提问题了 好的 专家您好 我请问一下 我是透析病人的家属 我想问一下 透析就在日常生活中 它的静脉和动脉的漏 怎样能保护好 请专家给个建议 看来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 对动脊帮内漏究竟该怎么保护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记住三个数字 一个是四 一个是三 一个是二 所谓的四就是每天要四次对内漏进行检查 哪四次呢 早饭前 午饭前 晚饭前 还有睡觉前 在吃饭之前 睡觉之前 先听一听内漏 摸一摸内漏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再放心地吃饭 这个方法呢 可以保证咱们呢 第一时间最及时地发现内漏的问题 这是四 第二个是三 所谓三呢 就是每三个月 要对内漏进行一次检查 因为咱们医生啊 会用彩钞 对患者内漏进行评估 观察一下 这个内漏啊 有没有血栓啊 狭窄啊 有没有早期的问题 如果有早期的问题的话 咱们一定要早点干预 千万不要等到内漏 都完全必塞了 不能用了 咱们再来治疗 这是三 还有一个是二 二就是注意两种情况 如果出现了低血压的现象 或者出现了呢 腹泻 就咱们说的拉肚子 两种情况 一个是低血压 一个是拉肚子 如果出现了这两种情况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内漏 因为人体呢 在啊 低血压的时候 还有腹泻的时候 内漏起头的下降 非常容易出现血栓 这是二 所以记住四三二 这个内漏呢 就可以保护好了 好的 感谢我们专家解答 好 也感谢您的连线 谢谢 祝您健康阿姨 有四三二 这好实用啊 这个方式 对 我都记住了 你都记住了 检查内漏 需要在这个早饭前 午饭前 晚饭前 睡觉前 这是四 检查一下 三 就是三个月 每三个月要进行 要做一次评估 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家属要问了 那三个月来复查一次 做一次B超 是不是还得花钱呢 这个医保能报销吗 因为咱们这个B超呢 是咱们科实啊 咱们自己有一个评估系统 咱们医院在咱们省内呢 是比较早的开展这种内漏监测评估的 虽然说每三个月查一次B超 大约花一百多块钱 好像有点花的多 但实时上来说呢 一年也就是四五百块钱 这个费用啊 比起来 如果出现内漏的血栓 或者B塞 或者狭窄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 你再治疗 花的费用远远不止这些 对 而且关键是遭罪啊 对啊 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还想透析的进行 对 所以说 这个就是三个月复查一次的这个钱 这关键点的这钱是属于花在刀刃上的 这个咱千万不能省 一定得平时维护好内漏 你看刚才很多朋友问 都是围绕内漏怎么保护 怎么保存 因为它天天伴随着我们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平时来维护 好 再看一下 来看这个观众朋友 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他说 你看血液透析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药物 就我身体里已经吃进去的药 也被透析掉了呢 哪些药不会被透析掉呢 比如说抗生素啊 强心剂啊 中程药啊 会不会在这透析过程当中都给透出去了 我就白吃到肚子里了 对 这个问题啊 问题很好 有一些药物是可以通过透析清除的 就真就能透出去 对 像抗生素 抗生素的患者呢 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在透析过程中 抗生素的浓度会下降 所以咱们呢 应该注意一下 在很多药品说明书上 它会标注了 这种药物对透析有没有影响 它有没有影响 透析 另外透析可不可以增加药物的清除 咱们需要关注一下 比如抗生素 就是可以通过透析清除的 在透析之后 咱们可能需要给患者再进行些补充 但有的药物在透析中是可以服用的 比如说像降压药 是可以服用的 降压药 所以要看一看你所用药物的种类 好 我们还看一些这个朋友提起的说 这并发症由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不全 刚才我还提了这个问题 对 那进行这个血液透析会引起全身颤抖吗 会引起全身无力吗 这个症状不一定是透析引起的 因为糖尿病患者呢 它的特点就是全身很多个系统都会有损害 比如说像周围血管 周围神经都可能有损伤 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一些反应的可能性 相对来说就要大一些 而这些反应的造成的不一定是透析造成的 很有可能是糖尿病本身的并发症造成的 尤其糖尿病患者出现的这种周围神经损伤 周围血管损伤是很普遍的现象 比如咱们知道糖尿病足 糖尿病患者的肢端感觉异常 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就是说这个患者能问这个问题 证明他现在可能真的有一些无力 身体颤抖 所以建议他不一定是由于透析造成的 还得根据你这个糖尿病的一个病情 再去进一步的诊断一下 好了来看这个观众朋友说 血液透析适用于哪些病呢 酒精中毒药物中毒可以用不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问酒精中毒想大喝一顿酒之后 转完去做透析 这好像不太行 对这个问题 他想当然了我觉得 血液透析应该属于血液净化学的一部分 血液净化指的就是把人体血液中有害的物质给它清除掉 这个总称叫血液净化学 血液净化学里头 不光包括咱们肾病患者的透析 还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中毒 也可以 像有些药物中毒 食物中毒 也可以考虑通过透析的方式来给它进行清除 所以咱们很多患者 像有的时候 比如说误服了毒药 在中毒之后 通过洗胃 倒泻 这时候毒素已经吸收入血了 没法清除 也可以考虑做一做透析 通过透析 来把体内多余的毒素给它清除掉 但是对于喝酒来说 这个最好问题还是少喝酒 不要把透析来解决 好 我听明白了 其实是可以治疗药物中毒的 但是一定是遵医主 如果大夫说您看你这洗胃也达不到效果了 这都进血液里了的话 到时候可能指导你选择这种方式 不妨用一下透析 其实这透析 刚才有一些朋友们问了 说这透析和过滤 它有什么区别呢 透析的方式有很多 透析是一个总称 咱们所谓的透析 它实际上最常用的原理 就是叫 咱们讲的过滤 它有吸附原理 有吸附原理 有对流原理 还有弥散原理 咱们最常用的原理 实际上是弥散原理 所谓的弥散原理 就是说 利用透析膜两边的浓度差 比如说 透析膜一侧是透析液 另一侧是血液 血液里含有很高浓度的毒素 这个时候 它就会进行弥散 浓度高的 和浓度低的一侧 进行弥散 这是咱们讲的透析的一般原理 所以咱们讲的透析 它这种滤过 实际上就是对肾小球功能的一种模拟 咱们肾小球的功能 咱们知道 肾小球的毛细血管 就是一个半透膜 它可以把人体多余的毒素 还有水分 通过半透膜 给它排到肾小囊的囊腔里头 这个方式 就是咱们讲的滤过功能 所以咱们透析器 咱们先采用的透析器 就是一种空心纤维透析器 这个空心纤维 就是对人体肾小球 毛细血管的模拟 通过空心纤维的纤维臂 来完成这些毒素的排出 就是咱们说的滤过功能 说的好形象 这一下子听明白了 突然对这个仪器产生了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恐惧感了 其实它是模拟了我们身体 本身应该有的这种功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的话 那就需要借助这样一个仪器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 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听了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对于血液透析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呢 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为您打一节目 到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节目 跟大家探讨的还是中晚期的肾病的血液透析问题 这位朋友问了 他说血液透析会影响尿量的多少呢 这个问题患者很关注 血液透析对患者尿量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因为透析会在短时间内集中清除患者体内的水分 咱们人体肾脏排除水分是不间断进行的 而透析患者的水分排除是短时间集中清除 但事实上来说 透析患者尿量减少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患者自身肾脏的衰竭 而不能归罪于透析 有的患者说 是不是透析把我的尿透霉了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见 很多时候患者的尿量减少 还是因为自身肾脏功能衰竭导致的 因为肾脏功能衰竭 水排泄障碍 这个时候才需要透析 这位朋友他进一步问了个问题 他说血液滤过和血液透析 治疗起来慢性肾功能不全 哪个好呢 有叫血液滤过这样的词吗 有血液滤过 血液滤过是一种更好 或者是对人体肾脏 与人体肾脏功能更加接近的透析模式 这个方法叫血液滤过 甚至咱们现在还有血液滤过吸附 有很多透析模式 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模拟 咱们人体肾脏的功能 所以说血液滤过对毒素的清除 要优于一般的透析 但是问题是这种治疗方式 它的成本比较高 而咱们的医保一般来说 每个月只能给患者提供一次血液滤过治疗的机会 这是受限于咱们医保政策的限制 但事实上如果有条件的话 能够多做一些血液滤过 肯定比普通透析效果要好一些 明白 其实对于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来说 他一般到中晚期的肾病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出现贫血吗 老师 是这样 因为咱们肾脏它具有内分泌功能 它可以分泌一种物质叫醋红细胞生成素 这种东西可以促进红细胞的成熟生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时候 没有人工合成的醋红细胞生成素 那个时候透析患者只有靠输血来维持生命 一边透着吸这边还得输血 对 如果不输血的话 这个贫血没法纠正 所以后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 有了醋红细胞生成素以后 咱们的透析患者才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 因为贫血问题解决了 如果是真的有贫血的患者 再加上万一他有什么高血压等等的 这些情况的时候 那血液透析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对于透析患者来说 在透析之后 他的体内的水分毒素 这些问题可以得到控制 对于人体其他的并发症 需要患者和医生来共同管控 比如说对于血压的管控 对于骨病 他的预防 还有对于像这些周围神经病变 对这些病变需要患者平常来进行注意 像很多患者 血压特别高 如果不能够及时控制 非常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 好的 好 刚才我们这位阿姨再次连线到了我们健康在线帮 阿姨您好 您可以提问题了 你好 您好 您有哪些问题 提问吧 咱们医院透析室的透析机怎么要进行保养的 问得很好 这阿姨关心很多 因为透析患者 他不管医生水平多高 护士水平多高 患者最后还是要跟透析机来进行接触的 透析机如果能够保养维护得大 那么患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存质量 如果透析机保养维护不好 患者透析质量肯定受到影响 咱们透析机保养维护 是在有专业的工程师的维护下来进行的 按照国家的规定 定期要对咱们的机器 还有水处理系统 还有透析液系统都要进行检测 来保证患者的透析安全 所以这个问题 咱们这个保障做得非常好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患者的透析质量就会直接下降 好的 感谢老师 也感谢您的提问 谢谢阿姨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这平台上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他还是心里边对血液透析有一点疑虑 他说一旦开始透析 是不是就一辈子离不开了呢 透析是不是表明病情已经无法再有好转的迹象了 很多患者有这种担心 他们担心一旦透析之后 就不能够再脱离透析 其实不能够脱离的不是透析本身 而是肾病 因为肾病到了一定程度 肾功能丧失很严重 咱们现有的医疗条件 还没有办法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用人工肾 就是咱们透析机 来模拟肾脏的功能 来帮助患者存活 这是咱们目前能够采用的最普遍 也是最好的方法 当然除了透析之外 也可以考虑做肾移植 但是肾源目前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患者对透析来说 都是不喜欢透析 但是又不得不透析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总是教育患者的 应该对透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要学会和透析长期存活 和他交朋友 其实透析并没有那么可怕 如果能够正式透析 服从医嘱 按照咱们的医生指导 护士指导来进行 透析患者依然可以回归社会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 咱们很多患者还在工作 还在学习 生活可以保证基本不受影响 对 你看这个朋友刚才 针对于老师的问题 又问了一下 他说我想知道 开始做血液透析一周做多少次 然后做血液透析 想附带说一下 五十多岁的人能不能患肾 血液透析最好 每周至少做三次 对于能不能做肾移植手术 需要看看患者的原发病是什么 因为有的患者 原发病比较严重 除了肾病之外 其他的器官系统也有问题 这个时候 如果移植时机掌握不当的话 移植之后 患者也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 甚至会出现移植肾的肾衰 所以患者能不能够进行移植 在什么时候进行移植 这个是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的 前提一定要准确地掌握患者的病情 然后来寻找一个合适的移植时机 那你像他刚才强调了一下五十多岁 他可能觉得年龄是个问题 那您就是这个年龄您觉得合适吗 其实年龄不是限制 咱们国内移植患者六十多岁的也有 一样可以获得很好的生活质量 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透析中心就有很多五十岁以上的患者进行移植的 移植之后生活质量也是很高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 这位朋友他说的是非常的具体 他说这个透析了 我每一次透析一次降三斤 过了几天又恢复到我原来体重了 应不应该跟医院协商一下降低每次透析过滤的量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患者很关注的问题 因为患者他没有尿 必须依靠透析把体内的水分排出来 所以每次透患者来透析的时候 咱们要观察一下 要测量一下 这个患者体重增长了多少 如果增长比较多的话 咱们需要把增长多的这份水 给患者透析给他排出去 也就是他瘦的其实不是自己的金数 而是水 每次透析之后患者体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这是因为水排除造成的 但是咱们尽量避免体重有过大的波动 透析患者每次透析的排水量 一般不超过体重的5% 如果排水过多的话 会引起很多变发症 对 这个水是生命之源 也不能排多了 对于其实很多的朋友在考虑是否要进行透析 而且身体还不得不透析的患者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消解他心中的很多顾虑 像老师说的 其实就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人工肾 要跟他做一个好朋友 打消心理的那些焦虑的情绪 没错 其实现在对于我们医学的一个发展来说 血液透析已经是发展的变化很快了 也很进步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得已的情况下 必须选择血液透析的话 也应该把心平稳下来 跟他成为一个好朋友 就像一个拐棍一样 还有一点点最后的时间 老师嘱咐嘱咐吧 对于血液透析的朋友们 平时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对于透析患者在平时的饮食上 首先要注意低盐饮食 因为盐如果湿入多了 一定会带来激发的水储流 所以透析患者第一个 就是要注意对体育的饮食